主席 时代力量提出来的国土计划法的修正版本的重点 就是第一个针对15条在重大计划的认定 因为一直以来所谓的重大计划 所谓国防或者是公共事业计划 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公共设施等等 那一旦行政院去核定了 就等于是有一个上方保健就可以开始去做 但是一直以来到底哪些是重大建设 并没有任何的法定的规范 也没有任何的审议 也没有审议 所以时代力量版的修正 我们认为在国土计划这么重要 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永续发展的所谓的重大计划 应该在国土计划法里面去正式去认定 就是要经过审议 那目前呢 应该是国发会在整合各个部门去先去讨论 但是这些讨论可以说都是没有公开的 所以没有资讯公开 没有公开审议的重大建设 常常会导致很多纷争 甚至在后端的所谓的土地征收 又引起很大的抗争 所以对任何一个执政的党 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负面的显现 所以时代力量建议这个国土计划法15条 应该把国土计划的审议纳入这个法里面 那再来就是有关45条 这个县市国土计划的这个部分 这个划设在4月底就要到期了 所以时代力量也同意 就是给予地方政府一年的时间 来完成县市国土计划的公告实施 那再来呢 再来就是22条 22条就是针对功能分区 还有使用地等等的绘制的这个部分呢 相关的作业办法是应该有一些这个程序办理还有公告 那在这里呢 使用地并没有纳入这个国土计划法 没有没有在里面 所以时代力量也建议要放进去 那24条24条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些部分呢 在第2项的第3项的地方 要依第27条规定公告 那42条就是加入省议程序的规范 42条 45条的修正就是延长一年 好最后 呃本席 呃 这个再次重申 就是 呃多年来 呃我们的政府 呃修订很多的法规 包括森林法 包括水土保持法 包括 呃 呃我们比较熟悉的 清净都市计划 那所有的这些法规的修订呢 呃其实已经松绑非常多的开发 那今天呢 如果再去松绑国土计划法 也可以说 呃我们未来的治水预算 都 呃就会越编越多 整个国土的破坏 将会越来越严重 好所以在此 呃恳请 呃各位 好能够支持时代力量版的 国土计划法的修法版本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 陈伟员代表 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说明 接着我们请 民众党党团